Hello,我是Jessica, 落雨天, 現在又來到第二, 我們今天拍的火具片區的樓盤 這個就是玉龍君月, 這個樓盤 現在它在賣七八號樓, 中間位置那裏 他們說是一個硫磺位置, 硫磺位置也說它的位置比較漂亮 還有現在它的軍價就是一口價9988任選, 任選樓層, 樓層任選, 無批 我們進去看看它的樓盤設計得如何 馬上去片 到了某個年紀, 你就會知道 一個人的日子, 真的難好 偏見還是嘗到, 孤單的味道 時間在超達著, 你的驕傲 過了某個路口, 你就會感到 遲夜陪你聊天的, 越來越少 厭倦了被寂寞, 追不怕 找個愛你的人, 就像託福中了 能被我走一層的人, 有多少 願意走完一生, 可更是寥寥 是否刻度明顯, 並沒那麼重要 只想在平淡中, 體會愛的, 味道 終於等到你, 還好我沒放棄 是否來得好不容易, 才會讓人感到珍惜 終於等到你, 差點要錯過你 在最好的年紀遇到你, 才算沒有辜負自己 終於等到你 找到你, 才會讓人感到很難 Hello, 我是Jessica 現在來到育龍君寓的四房兩聽兩位 這個表應該是拍不到的 到時候我就叫相師加一張圖上去 由這邊進來,這個單位是134 單位只剩下幾套,兩、三套不多 現在賣的是七、八棟 七、八棟是整個小區的硫磺位 前面是屈遮擋的 但它的戶型是沒有剩下多少 首先進來,這邊是入戶空間的位置 由這邊可以做個圓關櫃 如果要改善自住都可以選擇這些大戶型 由這邊是餐廳位 現在五一是搞活動的 9988任選樓層 但問題是這個戶型已經沒有樓層了 這個戶型已經剩下三套了 這邊進來,這是一個雪櫃位 這個雪櫃位就比較合理 雙開門都可以做得到 又做了一個長一個 這邊可以做一個長的廚房 走到最後拍攝 到時候它是毛坯膠庫的 這些全部都不是在裝修的 我們現在拍攝的是陽晚間 整好給你們 整好展示出來 但實際上它的膠庫是毛坯 毛坯 毛坯,即是甚麼都沒有 要自己裝修的 這邊就是它展示出來的一個長的陽台 一個空間 它這個戶型比較好是一個比較試正 整個正方形的一個戶型 可以任你到時候看你怎樣改造 因為有些長的可以打了 打出來計的話就會比較可以改 這邊其實是可以做 這裡有一間房間的 這裡 但是它自家將那間房間 是整成了煙霧間 其實如果這邊進來的話 就是這裡全部都是主禍 即是主禍室 實際上它來講 它將那間房間改成了煙霧間 這裡其實是主人房的 這個變成了主人房 它是朝南的位置 朝南的位置 朝南 可以看花園 看花園 看花園位 然後站在這裡 這邊看花園 它前面的彩光也很好 今天下雨了 現在已經5時了 它的彩光也是很OK的 這邊的攝影師如果把它拍出來的話 它現在設計有些古風 用的木材比較多 這裡就是一個淋浴間 就是洗澡房 這邊是洗澡房 就是洗澡房 就是洗澡房的位置 你看它的空間其實是夠的 然後它就是 等於將那間房 改成了一個醫務間 所以這裡是沒有設計的 這邊走進來 這裡就是衛生間 衛生間 它足夠預留了空間 它應該是把這裡打掉 它本身洗澡沒有那麼大的 然後它把那間房的面積拿出來 這個拿來做洗澡 洗澡房就變大了 就可以做一個浴缸 可以做一個浴缸 這裡是有浴缸的 然後這裡放馬桶 然後這邊就是洗澡盆 這邊是洗澡盆的位置 這裡是洗澡盆的位置 這裡是洗澡盆的位置 它是無坯的 就是任你自己設計 這裡就是淋浴房 淋浴房的設計 沒有那麼大 但是夠用 因為它預留了浴缸 這些位置 然後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一間房 它肯定是把這裡改了 這裡就是一間衣務間 它現在改成了這裡 衣袒衣務間 本身這個環境可以做四間房 但現在這樣設計 就是一個大的套房 再加兩間客房去設計 這裡整排都在衣櫃 做衣櫃 又經過了一個廳 然後再來到一個 它兩邊都有房間 這裡兩邊有房間 這裡有個洗手間 首先進來看看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 這間就是一間客房 就是兒童房 或者做兒童房 旁邊那間可以做父母房 反正看看你們自己怎麼設計 空間都夠的 這裡放了一張米五床 然後它這個位置就做衣櫃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做衣櫃 然後就兩間 它其實這樣的設計比較好 我之前都說過 因為它兩邊有房間 中間有廁所 就等於兩間房間 其實都可以 如果你半夜起床 你不用走那麼遠 就是人家直接廁所 就在你的房間隔離 他們這樣的設計 都挺好 然後它這個公共洗手間的 空間都是夠大的 就是臨浴間的位置都夠大 所以來說 這個設計都挺好 然後這邊可以做一個父母房 長輩房 或者你做客房 這間房同樣都是朝南提灣花園的 所以來說 它這個護形都 就是彩光 還有它一個方正 都比較方方正正 比較實用的一個護形 就是沒有什麼浪費空間 走出去 這裏它都是毛坯來的 這個叫玉龍君月 玉龍君月 它這裏都是毛坯房 就是聲耀廣場 其實就是它對面 所以來說 這兩個樓盆 是很近的 這兩個樓盆 但玉龍君月的單價 就會比聲耀廣場更貴 大千多元一方左右 這裏它就是衣櫃的位置 因為它是毛坯交付 到時候如果你們想去做這些衣櫃 直接找裝修公司幫你們做 或者做具體的公司就可以了 同樣如果你們有需要 我們公司是可以提供這個服務給你們 提供對折方給你們 如果你們覺得OK 就選擇他們去做 那看回了 其實它這個 它有一個小的護花園 它都相當於是一個4加1的房間 反正它有一個小小的贈送空間 那裏做不到房間 但是它可以做一個茶桌 剛剛才拍了 所以來說 它整個廳都是足夠大的 它廳是有4米4的闊度 4米4的闊度 它廳足夠大 那說說玉龍君月的話 它就是 其實火具這幾個盆 它都是在這周邊的 例如 招商雲頂虎 聲耀廣場 月秀 還有玉秀建法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什麼盆 還有那個 健康花城 其實這幾個盆 全部都在火具這個中心點 圍繞著太陽城 還有那個地鐵站的附近 包括這個盆 其實也都屬於地鐵站的附近 所以來說 這幾個盆 各有千秋 每個盆的地段都不一樣 那就看回你們想選 想選哪個配套 和你們想選哪個戶型 例如聲耀廣場 和玉龍君月 即我現在在的這個盆 都是適合改善型自住的 即你們想買大戶型的 就適合選這裡的 大戶型 即它有四房 大平層 這些戶型 就有嘛 那麼聲耀廣場重大 聲耀廣場是140方 和150方的 那麼這個就是134方的 這個 就稍微細小小 但是它的戶型的實用率 都做得OK的 即玉龍君月 而且地段都很OK 地段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因為這幾個盆 其實都是在太陽城附近 即火具呢 它最中心的位置 就是太陽城附近的樓盆 太陽城就是商業來的 即商業的一個商場 圍繞著它周邊都是 例如火具的行政服務中心 例如等等這些 即政府的辦公地點 得眾廣場 這些 全部都 以及高端的寫字樓 其實都是在這附近的 所以它這邊周邊的配套 或者其他那些 都是非常之成熟的了 自然來說它的價錢 也會貴一點點 但坦白說 我覺得無論是 星耀在前面 星耀 你拉近一點 那個有些紅色的 還有黃色的 就是星耀那邊 那這小區就叫做玉龍君月 所以這兩個就是對面盆 如果星耀在對面 就是健康花城 所以其實這三個盆 都是一排直線地過來的 而且這個盆也屬於 附近有個登能湖 登能湖公園 所以他們幾個盆 共享的配套都一樣 但要看你們 想要性價比高的 還是想要帶精裝修的盆 這個盆就真是純無批的 就完全是不帶精裝修的 但它的價錢 五一 它為了清動清盆 它都出了一個力度 比較大的方案 就是九千 九百八十八 任減樓層 就是不看樓層 任減 你想買高又可以 買低又可以 買中層 如果有的話也可以 它現在剩下的樓層 都不是很多 有二十個名額 就任減的 九千九百八十八 一平方 所以這個價錢 都屬於比較划算的 那來講的話 其他的話 就是它 這個盆到時候很方便 因為它都近地鐵站 所以到時候 你也可以走到地鐵站 就行了 這邊反應周邊 配套已經非常成熟 包括樓下的配套 全部都已經搞好 你去外面消費 喝街鋪 全部都有 還有這裡 你幾百米都可以去到太陽城 所以你駕車 走路過去都可以 反應這邊的配套 就是很成熟 火具的中心位置 中心點 如果你們想一家 例如一家四口 就很適合選擇這些大戶型 可以改善自己住 自用 還有它這個戶型的實用率 都做得很OK的 就是這個實用率 反應就是 星耀廣場 有星耀廣場的優勢 這個盆又這個盆的優勢 兩個盆都有各自的優勢 星耀廣場還有 它除了有大平常 還有頂層複色的 比較特別的 如果這個盆就是 有134方 還有128方 這兩個的話 它一個 戶型實用率都做得 比較高的 戶型實用率都做得比較好 戶型方方正正 還有它整個整體的 那些花園 綠花都做得很好 那我們去看看 它128的戶型先 Hello 我Jesca 現在來到這個 一戶型 就是四房兩天兩圍 這個128的 你到時候後期補一張圖 如果拍不到的話 我叫剪輯師再補一張 因為這個 反光看不到 它這個 也是毛皮膠褲 但它128做了四個房 所以實用率 都做得很OK的 現在進來 進來 鏡頭 這邊是一個入木花園 這裏是一個入木花園 那這裏其實都可以做間房仔的 那這裏就看回對面了 這裏就看回對面的樓了 就沒有什麼景觀看的 這邊就 反正這裏都可以做間小房 小朋友的房 或者做的儲物間都可以 那這個128呢 它做的是橫廳設計 所以橫廳設計 就會顯得廳比較大的 這是橫廳設計來的 那現在進來這邊呢 它做了這裏 是做了一個餐邊櫃的 就是你可以作為參考 但到時候是自己裝修設計 去怎樣做 怎樣把空間利用力 使用到最高 自己去設計 就要浪費一點點心機 因為這邊 其實這種毛坯房就是 毛坯房有毛坯房的好處 精裝房有精裝房的好處 因為精裝始終都不如你自己 想像中當中的設計得這麼漂亮 但毛坯可以任你改造 但你可能需要浪費的心思 精力會多一點 因為畢竟是你以後自己要長期住的房子 那你肯定是 要自己浪費一點心機 在裝修這方面的 但它有些長的可以拆 那你就拆了它 那你設計得比較漂亮的 那些戶型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廚房 它如果這樣設計 廚房其實就不是特別大的 廚房 它反而就設計了那個單面位那裡 它打了那個廚房的長 那這裡就設計了一個商盤 那這個參考意義不是很大 因為這個到時候你要自己設計的 那說回所有小區都是通天然氣的 現在都是天然氣管道入戶的 那到時候去煤氣公司那裡開通就可以了 那這邊進來就是 首先那邊是餐廳位 然後呢 這裡就是一個客廳的位置 然後再過去就是陽台 那我們先看了一些房間 所以這些橫廳一個設計的好處 就是不會浪費空間 所以它可以做得到四個房間 128房它都可以做到四個房間 那這邊首先進來 它就是同樣都是那兩間房間 就是我比較喜歡這種設計 就是廚房 公共廁所的外面兩邊都是房間 那這裡就 會比使用 使用的那些性能 體驗感會好些 然後這裡是客房來的 就是橫廳如果它打開房間的窗 它跟廳那裡都是對流的 就是打開衛生間的門窗 它都可以實現到對流的 然後這邊就是客房了 客房的位置 感覺都是 就是128房來計 它做這個空間其實是不錯的 但是你說它要做到很大 因為本來128房 它就面積放在這裡做四個房間 那它肯定不會做到非常大的房間 就是比較實用的一個四房設計 例如有兩個小朋友 其實非常之適合這些戶型 兩個小朋友 一加四口這些是非常之適合的 由這邊走進來這邊就是洗手間 反而這個淋浴間都設計得比較實用 這個淋浴間 幸好到時候你們是毛坯 因為你看我這麼高 如果我用這種花散 我會撞到頭 所以它是毛坯的好處 你到時自己改高一點的高度 都不知道它為什麼花散設計得這麼矮 然後來講玩這邊就參考 參考一下它怎麼設計 由這邊了 這間房都ok 採光都 因為現在都差不多五點半了已經 現在差不多五點半了 你看現在本來又下雨 天氣又不是特別好的 那採光給人感覺都不錯 採光來計 我看回這個朝向 這間房的朝向 朝向是北來的 即兩間房是北 兩間房是北 兩間房是北 這間是衣櫃 因為通常橫廳戶型的設計 它總會有一邊朝北一邊朝南 一個橫廳 所以房基本上是在兩邊設計的 由這裡的話就是衣櫃位 到時你們可以照它這樣設計 即入門的這裡做的衣櫃 然後呢就 這裡呢 進回來轉彎位 這邊呢 就是一個客房了 不不 主人房 口誤啊 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同樣都是朝南的了 這個主人房就是朝南的了 主人房呢 它就看到花園 那麼其實如果高樓層的話 應該就 就不是看花園的 高樓層反而它 它現在高樓層應該是看對面 對面那裡的 但是它的遮擋都不會太怕 你走進來這裡 這裡的話 如果現在它的矮樓層呢 就是看花園 但是矮樓層 剛才我聽CLS說 它賣得不太多 只剩下矮樓層 只剩下高樓層的活居多 如果高樓層的話 就買高一點 就可以挑望外面 就是好像挑望外面的景觀 如果高樓層就挑望外面 高樓層就挑望外面 就是好像挑望外面 高樓層就挑望外面 如果高樓層就挑望外面 現在是五樓 然後這邊就轉彎走進來 這裡就可以做一個布入式的煙毛間 兩邊做的布入式煙毛間 同樣這種設計 我也覺得做得比較好的 這種設計 兩邊都是衣櫃 如果拿衣服就方便 也不會押空間 它的主人房、洗手間都做得不錯 所以它128方 這個戶型賣得都比較快 這個128方 同樣來說 它只有五一是這個價 因為它之前賣 是賣一萬一千左右的無闢價 一平方的無闢價 所以它這些9988 實實在在是便宜了 差不多一千元左右一方 所以來說 價錢都屬於比較吸引的 比較吸引的力度 它上個月還是賣一萬一千多 包括現在剩下的那些88方 那些我就不拍了 我只拍這兩個大戶型的 因為那幾個它沒有做 又晚間出來是無闢 所以就不拍了 如果你們想選這裡 選小戶型的還有88方 還有五十四方 五十多方 一房一廳 它還有的 但是很少 分幾套 而且它沒有特價 價錢大概是一萬一千元左右 如果88方和五十多方 那個單位 都是一萬一千多左右 我在客廳那個 不是 那個主人房 洗手間說了那麼久 待會走出去說 那這邊就走出去 這邊走出去 它的廳是設計得比較漂亮的 就這樣拍過來 反正空間感 拍不拍到 你應該是站在這個位置好一點吧 你也拍到這邊這個位置 有時候 都要鍛鍊一下攝影師的角度 如果這樣拍不就好看一點 好看一點吧 看回到 這個位置 那你看到飯廳的位置 看得到 它說看得到 那就照它的意思 反正來說 肉農軍月這個盤 現在它在搞這個價錢 的確是比較吸引的 因為它的地段 它曾經都賣到很貴的 好像我之前有同事買了這裡 以前有一起上班的同事 他買了這裡 他之前買都要 一萬四千幾 一萬五千幾毛匹 自己還要加上裝修 那現在來講 它就只有二十套 是不超慢的 就九千九百八十八 就任選樓層 那它現在剩下的應該是有十樓 十四十八 還有三十 三十二十幾 就不確定有沒有 因為它賣得比較快 我因為聽過銷層說 賣得比較快 反正如果你們想問這個活動 你們就私了問 Jessica有沒有樓層 因為這個如果你們想確定樓層 一定是要根據實時去更新的 就不一定說 我今天說的 明天更狠 因為五一本身是比較多客人 因為五一本身是比較多客人 這邊 這邊就是陽台的位置 其實小區做得都很OK 小區的位置 這邊就是陽台的位置 陽台也夠用 不過它只有一個主陽台 這個就是陽台不屬於特別大 特別闊的那種 但是它的護形來說 就屬於比較實用的一個護形 同樣看回花園 這邊看回花園 這裡可以看到玉爾瑪 玉爾瑪的太陽城 就是大型的超市 還有食飯 餐飲 購物 都在那裡 還有太陽城附近 到時會有個地鐵站 這裡是沒有拍到的 反正在那個區域 是有個地鐵站的 到時還有大型商業體 火具之心都在那裡 前面這棟圓圓地的 那棟樓就是建法的一個商業寫字樓 所以來講的話 所以來講的話 玉龍君願這個地段 說回來 它也是比較不錯的這個地段 現在的價錢 就不超一萬 九千多 你就可以選一個 比較適合你的一個流程 比較好的一個流程 來講的話 都是相當之有吸引力的 如果大家就想過來看火具的樓盤 那Jessica就和你安排一天 你看是哪個盤 即是你和哪個價位的 你們覺得比較吸引的 比較適合自己的 就可以約Jessica來看 對比幾個盤 還有來講 玉龍君願這個小區品質 都是做得比較好的 剛才我進來 我就會覺得它的綠化 和整個整體的面貌 小區面貌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還有來講現在 講真的來講 講回聲要廣場 和說回玉龍君願也好 現在他們的一、二手的價錢 真的 它一手可能還比二手便宜 因為當年二手那些 入來 即當年買一手那些 都是高價位入的 所以他們肯定不會 真的想便宜自己的樓 所以其實 如果不相信 你們可以自己上 小程序那些差 真的就是 或者我截圖給你們看 肉龍君願和聲耀廣場都一樣 二手的價錢比一手還要貴 那為什麼不買一手樓呢 就說真的那句 你肯定是買一手就好了 手續又少 那個契稅點又少 其他那些 就是省很多手續 和省一些中介費 因為二手樓是有中介費的 但一手樓的樓盤是沒有中介費的 沒有中介費的 還有來講 一手的話 我們買這些新樓 我們可以自己改造 也不用說過戶 也不用說什麼 就會比較好 還有來講 反正這裏就是無批 你自己裝修 但是周邊的肉龍君 它的配套 還有請要廣場的配套 都是非常之好的 配套 地點是很OK的 地點是很OK的 我自己都比較認可 這幾個小區 包括月秀建發 灑月 還有健康花城 但是它們的價錢 還有招商雲頂庫 招商雲頂庫 招商雲頂庫 快要清盤了 對比性不高 這幾個盤 其實它都是屬於火具的高端盤 高端少許的盤 它的級別肯定是會給其他會 價錢都在 價錢撐轉 首先第一時間肯定要看他們的價錢 所以他們的價錢是比這些盤貴的 但其實如果你計算下來 你如果買這些 就省下裝修費 就等於裝修你自己做 如果裝修你按市面價 大概都是一千多元左右一方 看你想裝成怎樣 所以其實計算下來 這個成本應該都是 萬一元左右一方 但健康花城的話 就要萬二元 最便宜萬二元左右 萬二元一方 然後就是月秀灑月 它的位置更加漂亮 月秀建法灑月的位置更加漂亮 所以它都要去到 萬四元左右 如果健康花城貴一點 都要萬四元 我剛才說的是最便宜那套 才一萬二千多 貴一點的都要去到 萬四萬五 還有月秀建法灑月 都是萬四元左右 萬四萬三 最便宜不到一套萬三 還有 租章雲頂庫 它現在已經沒有流程可以選擇了 它都是差不多 萬四元左右一方 清盤價萬四元左右 反正如果想了解火具的盤 就找Jessica 沒有錯了 我已經將整個火具的樓盤 已經很熟悉了 現在真的 和整個火具 我們都知道火具 真的 之後地鐵站開了之後 它一定的樓價會高起來 不說那麼多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 馬安島的資訊也好 火具的資訊也好 或者中山樓盤 其他樓盤的資訊也好 聯繫Jessica 和跟Jessica 看樓盤 有專屬那些 粉絲福利回贈 還有我們都會有一條龍服務 包售後的 有什麼問題就直接聯繫我 可以了 希望大家多約Jessica 看樓 Jessica一定會 一定會 希望做到服務至上 希望你們更加滿意 還有 我有空的 我不怕忙 最怕就是不忙 反正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公司 支持我們團隊 我們下期再見 梁板家說到這裡 拜拜 Hello 現在我們下來了 這裡 這裡是攝影師 你看看這裡 它現在是全現樓的 全現樓 即買即收樓 還有 這裡就是七棟和八棟的位置 現在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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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樓層也有 低樓層可能沒有剩下多少套 反正大家看回 還有這邊 裡面那些 就是花園的位置 所以它 綠化率是做得比較高的 走在裡面 你會覺得很多樹木 如果裡面還有小路 如果你走在裡面 你會覺得 這個綠化率做得很OK 這裡賣的 七棟和八棟就是 劉磺位 前面這邊 它其實基本上 已經是很多 已經賣光了 它是做圍合式的圓林 即是等於 這樣一圈 是那些棟素 然後 中間是圓林那種 它這邊 那些入住 現在下雨 我們 情深深雨 蒙蒙真是下雨 現在下雨 下雨 回想起那部 是 是 下雨天專屬的一個BGM 下雨天 下雨天 就是 這裡 都很多人居住 我已經看到很多人 在綠陽台那裡浪衫了 所以來說 做得很不錯 它的花園 還有 給人家的感覺 整個小區比較安靜 旺中大靜 還有它樓下的街鋪已經很成熟了 因為這幾個片區 你選擇火具中心位置的那些 那些樓盤絕對是沒有錯的 因為 配套是非常成熟 還有地段接近火具站 你接近火具站的未來來說 地鐵站的物業 地鐵站的物業 一定是有提升的空間 因為它出行方便 你看回 以前這樣 這個小區入住率很高 很多人 你看回以前廣州 那些好編的地段 然後製造了地鐵之後 它的房價也升了不少 就算現在行程 不是十分之好的情況下 但你如果留意地鐵站旁的物業 那些是比較耐跌的 抗跌 保值 就是這些樓盤比較保值 我試試走這邊出去 這邊 大門口這裡出去 反正整個樓盤來說 火具站在附近 德能湖公園也在附近 周邊公園、學校 全部都是配備的 這邊有香菲原小學 學區這些 還有火具中心小 還有雀眼外國語學校 反正都是共享一個片區的資源 真是看你選擇哪個樓盤 我們下期再見 這個樓盤已經說完了 拜拜